你好 欢迎收看7月3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县政府举行112学年度县立中小学校长布达典礼及退休校长的欢送会 有39位续任新任校长来宣誓就任 县长徐正位也感谢有7位退休校长得以教育的贡献 新学年开始之前 欢迎县政府31号举行112学年度 县立中小学校长布达典礼及退休校长欢送会 39位续任新任及出任校长宣誓的基础之外 也感谢7名退休校长对教育的贡献 现在许中也特别感谢校长布达典礼教育的贡献 他表示 就是在立任校长的共同努力之下 教育才会更好 他也勉励所有新任及出任的校长们 以学生为本与社区合作 为学校找出具在地的DNA的特色 我们要谢谢所有我们经验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实践教育理念 所以才有今天华林县的教育成果和成绩 我们再次给这些教育兼兵的前辈 再次给他们掌声 希望他们在退休的心态里面 这个精彩人生 背光精彩 背增精彩 也祝福他们健康快乐 现在许中也表示 教育理念永远不变 让孩子主动学习 积极发现问题 面对解决问题 并在生活融入学习 人格养成以及青春期的冲击 效校长们的细心耕耘 并且勤勉成为孩子们的贵人 让孩子改变家庭以及社会 透过不同的方式 让孩子发挥得到更好的引导与启蒙 记得讲话 欢迎观看 对吧